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 苏军特三四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 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 1941年至1942年间 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特三四坦克 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 立下了特殊功勋 出色的防弹外形 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 先进的柴油发动机 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 以及异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 使他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 在现代 很多人称他为坦克之母 他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 甚至时至今日 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他的基因 特三四坦克在二战期间 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 这个评价不当时是在战场上的表现 而且说也不是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 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他的评价 对也认为他是很优秀的坦克 他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 可能并不离人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 但是他的综合性能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他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 为什么 他采用了一些新技术 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 柴油发动机 这个方面 都是当时他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作为特三四的改进型 特三四八五中型坦克 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 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他是当之无愧的大杀机 1953年 朝鲜实现动 三四六秒四到地 杨阿如的部队得到通报 美军在这里增加了坦克配置 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 对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反击部队的威胁 非常之大 必须在战斗发起前五分钟内消灭 上级命令 杨阿如带领215号 特三四八五中型坦克 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 7月6日夜幕降临 道路迷命不凡 杨阿如指挥215号坦克 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 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 杨阿如就觉得车身一震 一把炮弹在坦克正前方一米的地方爆炸 驾驶员陈能夷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 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 这下可坏了 他们进也不能进 退也不能退 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离军的阵地 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 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 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 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 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 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 杨阿如从坦克的前望镜中看到 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 情况万分危机 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 要对美军新增加的三辆坦克进行打击 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 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 要对付敌人三辆坦克 谈何容易 杨阿如再三表示 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三辆坦克 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 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 冬的一声炮响 215号坦克车分猛的一阵 弹丸似流星般飞出 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 敌坦克起火了 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 左右两辆敌坦克 见同火遭到厄运 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顺激 突然敌坦克发射了一发炮弹 在215炮塔上炸开 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 顿时头晕目眩 耳骨风鸣 炮手徐志强顾上头风耳鸣 咬牙瞄准敌坦克 按下激发机 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 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 右面那辆弹劾 激发 一发穿甲弹飞得出去 右面的美军弹劾也顿时成了哑巴 美军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弹劾 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设计 炮弹在以215号弹劾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 这一切 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 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实施炮击 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 215坦克命悬一线 千军一发之际 驾驶员陈能奎灵机一动 他猛的启动坦克 油门一踏到底 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 之后呢 他渐渐收小油门 给敌人渐行渐远的简像 果然 敌人中计了 立即进行炮火延伸 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 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米之远 在夜色的掩护下 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 他们用稀泥石块 以及松枝 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 累成一个土包形状 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 才踏着夜色 悄然离去 天亮了 美军对中国志愿军实现动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父辈受敌所挖的战壕 美军鼻子底下 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 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 粮食 饮水和急救器材 杨阿如急了 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 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案 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 然后向美军坦克迅速发起攻击 天色终于黑了下来 借着远处炮火的光亮 志愿军的救援小组迅速从车体下向外掏着悉泥细杀 并用草包石块和圆木在坦克履带正面 呼售了一条坚实的道路 杨阿如看着战火纷飞的不远处 心中焦灼自无问题 终于救援小组准备就训 杨阿如一声令响 215坦克发出剧烈的颤动声 一举跃出了土坑 215总算自由了 杨阿如立即发出口令 展开进攻 炮口指向美军左面一辆坦克 美军的这辆坦克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 另一辆美军坦克一看形势不好 落荒而逃 杨阿如不如使命 215坦克乘着夜色 免过泥泞的战场 光荣返回复命 实现洞北山空间站 志愿军215号坦克击毁击伤美军 五辆坦克 荣获人民英雄坦克称号 全车成员即集体特等功 车长杨阿如荣立一等功 并获二级英雄称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受与其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四辆美军坦克 都是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潘兴重型坦克 这次胜利在朝鲜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其后特3485中型坦克的身影 更频繁的出现在各国军队当中 被誉为万国坦克 直到20世纪90年代 在战场上还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长寿更是令人赞叹不已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